当环太平洋中的怪兽降临地球时 人类真的有必要制造巨型机甲来保护自己吗 众所周知人的身体结构并不适合战斗 不如制造一门超级大炮之类的武器来得实在一些 环太平洋也曾用过核弹消灭怪兽 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种伤敌800自损1000的做法 制造机甲是为了将损失降到最小 可随着机甲驾驶员的不断牺牲 人类决定开始建造巨墙将沿海城市保护起来 以及在海岸线上建造一些炮台防御 结果这座巨墙只挡住了怪兽一个小时便轰然倒塌 就连那些看起来很威风的炮台也不堪一击 所以最后人类还是发现机甲好用 于是生产了一批又一批先进的机甲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无人机甲也随之诞生了 这种机甲好处就是远程超空能避免驾驶员的伤亡 并且采用流水线式的批量生产 造价便宜可以快速打造一支机甲军队 但坏处就是没有自己人可惜 一旦失去控制造成的破坏远比怪兽更大 电影中的猎人基地就是被失控的无人机袭击 导致大部分驾驶员伤亡和机甲爆发 所以无论是无人机还是用核弹或者巨墙 最终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 这也是为什么电影里非要用机甲来打怪兽的原因